教授您好 就是据我了解 在台湾社会科的新课纲 将会删除有关开洛宣言的内容 我想问一下您对此的看法 谢谢 开洛宣言内容我倒没有听说要删 他们就是 我刚刚讲有什么日剧跟日志的争议吗 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决定 官方的出版我都用日剧 那么民间的出版商的话 他用日剧可以 不过他的说明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缩写 这点非常重要 这是个是非问题 但是确实台湾有一些年轻人 搞不清状况 我那天在电视上看到 他说我们怎么能够不遵守开罗 那个马关条约呢 马关条约好比是契约一样 不能违反 我的天 马关条约是我们打败仗的时候 被破签的 它是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怎么能够随便接受呢 所以我们在1941年的 这个12月9号就把它废掉了 在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他宣战对日本宣战了 他最后一条是规定 中日之间 有关的条约协定合同 一律一律废止 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废止了 但是在国际上呢 不是说废止就废止了 通常还要等一个合约 做最后的规定 可是到了合约开会的时候 在旧金山坎合会的时候 我们国共内战已经打到一个地步呢 大陆已经见证了 这个时候到底谁来代表中国去参加呢 苏联要希望中共去 英美的希望我们去 双方就相持不下 最后都没到场 没到场怎么办呢 48个国家开会 中国人死伤这么多 死了好几千万人 结果我们居然没有去开会 所以那个是在这个1951年的 这个9月的事情 9月8号的事情 后来呢 他们就定了一个条文 第26条规定参战的国家 这一次没来开会的 可以跟日本呢 再另外定一个条约 结果就两个做了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苏联 那我们是在第二年 1952年的4月28号 跟日本人签了中日合约 签字的时间 是在旧金山合约 生效的七小时签 换句话说 他生效的时候 我们就给签了 那我们的生效时间 是8月5号 旧金山合约 说日本放弃 台湾 澎湖 这个东西 这个西沙 南沙 可是他没有说放弃给谁 没说给谁 因为不管是国共都没有参加 旧金山合会嘛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下一次要讲的 这个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极为精彩 今天不变透露 都知道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这个钓鱼岛的 钓鱼岛的 那么您能在这个钓鱼岛这个问题上稍微讲几句 让我们对于交诲 谢谢 这个要讲两节课才行 不过这个 我的博士认为是有一部分提到钓鱼台 那我们后来各位都知道签了中日渔业协议 在渔业的部分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呢 就是钓鱼台周边面积大概有7万平方公里的水域 我们台湾的渔民去补鱼就不会受影响 以前的话常常被抓 常常发钱 以后就不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台湾渔民捕获的鱼大量增加 那个地方琉球的船也可以来 可是琉球人他不太会打鱼 他来又逆风又逆水 我们去的话顺风也顺潮 因为黑潮是从南到北的 所以我们在那边打鱼 当然打得比较多 所以台日渔业协议是在2012年签的 在那一年双方的争议 还有一件 到了2013年以后一件都没有了 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7件 所以没有人来打扰 然后渔民的渔获量就增加很多 所以这个协议 台日渔业协议 虽然没有解决钓鱼台的问题 可是没有解决主权问题 可是解决了渔权问题 日本人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美方很肯定 欧洲 欧盟都表示肯定 东南亚国学都非常非常地赞赏 有一方不赞赏 是哪一方 知道举手 不要紧张 没有讲你 各位知道哪一方吗 你不要讲 你讲 你说什么 一定知道答案了 谁不开心呢 鱼不开心 鱼好难过 鱼货量增加了三倍 除了黑鱼鱼之外 还有最多的叫做 这个尖鱼 一个鱼之边 一个尖 还有一个叫青鱼 青鱼大概大概比较熟了 鱼兰还有青鱼节 还有一个叫做鬼头刀 鬼头刀的话 我们渔民叫鬼头刀 在下午渔他们叫做 麻糬麻糬 还有鲜鱼 这个材料都很多 所以台湾渔民很开心 所以他们那个苏澳渔会 他的理事长 特别请我到他们家去 他把这 我刚刚提到鱼 全部都晾出来 他说这样你吃个饱 他们太高兴了 因为这个都很赚钱 黑鱼不要说 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边有这么多黑鱼了 现在都很多了 台北市新一路 有一家日本料理店 叫做小林食堂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小林食堂 我也没去过了 结果有朋友去吃的时候 他们的店长 跟他的所有的员工 和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总统谢谢你 签了中日渔业协议 我们现在进货 不但便宜 而且品质很好 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哇 我好开心啊 做了这么多好事 总算有人来感谢我了 后来就没有发生大的争议 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 长社的委员会 有问题就处理 有问题就处理 后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当时的这个主张 就跟我当时博士论文的结论很接近 所以书不是白读的 好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好 你有 请教一下马教授 就是您刚刚说 两岸是主权互不承认 但是互不否认自治 对吗 对 主权互不承认 治权互不否认 对 那如果把这个治 是治理的治嘛 那如果把它换成制度的治 您怎么看 哦 不 治权的意思 用英文来讲 就是管理的权力 有一点 治理的权力 所以你换成那个治的话 意思不对了 那您是怎么看 如果说是两个制度这样 这个跟治不治都没有关系 关系在于你有没有有效的统治 现在中共有效统治中国大陆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有效统治台风机码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说虽然我们双方不承认 对方的主权 我们中华民国也主张对大陆主权 大陆也主张对台湾的主权 所以我们主权的主张是重叠的 这overlapping claim 这部分现在没办法解决 对不对 那没有解决 没办法解决 我们可以发展其他的合作嘛 对不对 这样发展让你们到台湾来念书 台湾同学到大陆念书 对不对 这样通婚也很多啦 我常常参加这种婚礼 很多 所以 娱乐圈 就这不是那个 诗诗和这边吴启隆吗 对 说什么没听念 通婚不重要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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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圈 OKOK 谢谢 我觉得两岸能够学生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是吧 好 我用两分钟讲完 1870年 德国跟法国发生了普法战争 这次法国输得很惨 他们死伤是德国的六倍 法国的指挥官把他自己的配件 亲自承送给德国指挥官 故事发生在法国割让了两个省 一个是亚尔沙斯 一个是洛林 都是在法德边境 亚尔沙斯省有一个小学生 他平常常常翘课 结果有一天 接到学校通知他 后天一定要到校 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结果他心里面就很忐忑不安 就到学校 发现真的不对了 教堂旁边有德国的步兵 在练兵 在操演 到了学校 老师穿着礼拜天上教堂的礼服 在讲课 然后教堂后面坐着村中的长老 然后老师告诉大家 同学们 这是你们最后一堂法文课 从明天开始就要上德文课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法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文 它在黑白上写的 Viva la France 法兰西万岁 下课 结果不是今天下课 他们下课 结果就回家了 这个故事 小说家叫做 阿芳斯 都得说写的 感动了几十个国家的好几代人 中国是由胡适之引进进来的 很多小学都把它当课本 作为爱国教育的一部分 1870年 这两个省归德国 到了1918年 一次大战之后又回到了法国手上 然后到了二次大战 1941年又被德国拿去了 来来回回搞好几次 等到二次战后呢 法国跟德国有事之事 都认为 enough is enough 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他们就决定了 两国要开始啊 不但要重修就好 而且呢 不要再有战争发生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 双方学生大量的交流 massive student exchange 德国学生到法国念书 住在他们家里 法国学生到德国念书住在家里面 我在两年前刚好 有一个德国的女的议员 来总统府看我 他说总统我就是 那个时候去参加过这个program 去法国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法文 这个很有效 这个来了之后呢 双方慢慢了解了 所以德国跟法国开始进行 原子能的合作 进行媒体联营 然后逐渐的发展到 1958年的罗马条约 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让我最感动的是 到了1993年的时候 欧洲开始签了一个 马斯楚克条约 各位知道吧 马斯是关货币的 而且那天刚好我在欧洲旅行 一打开了国际前锋的栏报 看到德国人准备放弃马克 法国人放弃法郎 接受欧元 我看了快掉泪了 这两个国家对他们的货币 历史的光荣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放弃呢 英国人就做不到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一弄裁之后呢 这个所以欧盟后来成立之后 法国跟德国始终是中流砥柱 各位看看 那个马克宏上次当选的时候 他第一个出访就去看 Angela Merkel 就去看那个梅克尔 为什么 法德之间的联盟 在战后成为欧洲安定最大的力量 其中呢 这个学生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大力的推仗 十多年前我就主张让陆生到台湾来 总算来了 不过最近这个健保事情搞得很糟糕 这你比照外申跟乔申就好了嘛 结果不是 说陆生要付全额 而且外申跟乔申比照陆生 这个政府 我觉得是何必嘛 而且 而且啊 平常你讲 你真的会算上的话 陆生纳保 我们还会赚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生什么病啊 很少生病啊 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些老年人才生病嘛 结果你们缴了费以后 你们根本用不完你们缴了钱 用不完 从外申跟乔申里就知道 就根本用不完 换句话说 多的钱反而帮助我们台湾的中老年人 所以我是觉得实在是不应该这样 那他们很不甘心啊 因为他现在当局了 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这样 我不管了 反正大量的交流 绝对是个好事情 我上任前来台湾的都是交换生 823人 我卸任的时候 加上学卫生是42500人 成长了50倍 所以我到台东大学 看到大陆来的 他们一个萨克斯丰乐团啊 大陆来的跟台湾来的在湖边 奏乐 我当时经过听到那个悠扬的乐声 看到原来是两岸的学生在演奏 我心里很感动啊 这就是我希望看到一个画面 让年轻的孩子们 在他们生命当中 比较早的阶段变成好朋友 这样才能够保证两岸永续的和平 对不对 谢谢大家 好了 你们还不走啊 还不走啊